那一提到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呢 我们过去的热点词汇肯定就是ATSL了 这儿优惠到15万了 那儿优惠到18万了 不过那个车呢 现在已经没车了 那凯迪拉克呢 上个月的销量是20,500多台 然后那照理我们应该觉得 肯定都是ATSL贡献的销量 不是 是我身边这辆凯迪拉克XT5 那当然是过去的一款车型 我身边这辆的销量 我身边这个呢 是最新的2020款的XT5 那我私的通用的活动 一般都是我承包了一大半了 所以凯迪拉克品牌的 比如说新增车型 比如说这些改款车型 他们改动的这个压子 无非也就是什么双外观 什么这个2.0T 然后9AT 10AT这些东西嘛 对吧 也就是一个压子嘛 对吧 要一款 好 OK那我身边这辆2020款的XT5呢 它是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 那按理说中期改款车型 一般是在外观上 有一些小的改动 然后呢 会下放一些配置 会开放一些配置 然后呢 动力系统上 基本上不会太大改变 不过这次XT5呢 在动力上改变 确实是非常大的 那这点呢 我们放到后面说 我们先来说 它的外观上的改变 有什么 首先最明显的 就是这个中网的位置 我们今天拿到 是一辆风扇版的车型 它的中网 原先呢 是那种横向 贯穿的那种 仿金属装饰条 现在改成了这种 扁震式的金属的装饰物 与XT4上面是一样的 那运动版车型上面 是那种完全亮黑色的 那种网状的造型 然后还有一点不同的 就是在底部 风扇版车型 加了一个仿金属颜色的 压光的这种装饰条 然后呢 运动版上是改为了亮黑色 基本上运动版都是这种亮黑色 这种比较有进攻气势的 这些装饰件 然后呢 这个侧面呢 双外观的这种规律 就放在这个窗户的边缘了 风扇版的边缘 是这种金属的这种装饰件 然后运动版是 也是亮黑色的那种处理 整体呢 线条结构是没有改变的 像上一代车型 还是那种非常敦厚 非常结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今天这款车呢 是配备了电动尾门的 然后这个电动尾门呢 两个功能 一个是高度可以记忆的 然后就是一个电动脚踢的 这个电动尾门 是在除了技术型的之外的 所有的车型上都有配备的 那这个配置呢 在其他的豪华品牌里面 比如说一线的豪华品牌里面 要么就是选装 要么就是很高的配置 才会配的 然后打开后备箱 一个很平整的地板 然后一个高度不高的地台 两侧还有一个滑轨 像这些什么电源啊 这些锚点都有配备 然后还有一个 现在的空间呢 是500多升的这么一个容积 其实已经很大了 放个七八个这种行李箱 灯机箱都没有问题 然后 后排座椅可以四溜放倒 这一键放倒就OK了 放倒之后是一个纯平的空间 大概有1500 1600升的这么一个容积 那这个容积呢 可以让你产生一个无限的遐想 那内饰在设计部分呢 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 99%都没变 那剩下一部分在哪呢 在这 那我们今天拿到这辆风扇版车型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实木的装饰 这个实木质感非常好 甚至要比那个XT6上面还要好 然后运动版车型上 是跟那个XT6一样的里面加入了铜丝的那种仿型碳纤维的试板 然后风扇版在这儿加了一条Arcantara的材质 包括整个的车辆顶棚都是用的这种帆毛皮材质 非常高级非常显豪华感 然后其余部分呢像这儿啊这儿啊 有这个大腿的外侧或者说扶手箱 还有这个门的试板的手托的位置都是用的柔软的皮质 然后储物空间也是很丰富 比如说这个位置 这个像钝型的这种小储物槽也被保留下来 放个零钱啊放个钥匙啊卡啊都可以 而且它还做了一个这种往里溜的这种斜坡 所以你在加速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东西会掉出来 然后后面两个水杯架放两个350毫升的水平丝毫没有问题 佛物箱里面啊里面有点乱啊 放个五六七瓶水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带有无线充电功能的小的手机槽 所以平时开车的时候手机放这儿放这儿都可以的 最大的储物空间在这儿 这是一个整体贯通的储物空间 它能够放个女士的包啊放个七八瓶水都是OK的 所以说整体的储物空间来讲非常适合家用 刚才说到中期卡款车型呢很多配置都会下放下来 比如说这儿Auto Hold 这是产品经理听了媒体和消费者意见 把这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呢全系标配了 然后呢还有这个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 那像厦门这种地方没有座椅加热 你做一个真皮的座椅呢是真的是很遭罪的 像在北方地区呢你要没有座椅加热也是非常遭罪的 而且还有一个方向盘加热 这个在东北来讲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配置 然后BOSS音箱是全系标配的 这个它还提供了一个ANC的主动降噪的功能 至于音效嘛大家就去问老谢吧 老谢他是专家音响的专家 然后呢第二代的流媒体后视镜 我们看这块屏幕 8英寸的全系标配的显示屏 这里面有CarLife CarPlay 然后还有一个一年提供24G流量的一个Wi-Fi的热点 倒车影像全系标配 然后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 这些也都是全系标配 也是在很多豪华车型上 一线的品牌的豪华车型上 也是需要选配或者是高配才有的 然后呢就是这些安全配置了 包括在刚才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借机会体会这些安全配置 比如说这个侧方来车的提醒 比如说这个车道偏离的提醒 和车道偏离的辅助 然后前方的防碰撞预警功能 然后这款车它在中低配车型上 还会提供4到80公里每小时速段的 这个主动刹车的功能 然后高配车型上是不限高速的 这块HUD的这块显示系统呢 它还会在里面给你提供一个 速度限速的一个提示 真的是很方便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配置呢 尤其是这些安全配置 真的是很应该成为 每辆车的一个标配了 那一般我从我私的刚刚 或者说老吴手里面 接过来车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个座椅往后 然后靠背再放倒一些 那现在已经调到 我比较喜欢的坐姿 我现在坐这 你看这个腿部空间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坐垫呢 一坐上来也是非常柔软的 那我们都说日产大沙发 其实凯迪拉克一直都是大沙发 你看它这个坐垫的长度 对于大腿的承托 也都是非常棒 然后这个靠背呢 有12度的可调范围 最躺呢 我现在是最躺的坐姿 你看非常适合睡觉了 然后最放平的时候 就是纯平了 我们刚才在后备箱也演示过了 然后这个坐垫 前后也可以进行 很大范围的调节 可以给后备箱 腾出很大的空间出来 唯一一点不足的 就是这个头部空间 那我现在1米78的身高 我卡死在这个坐垫这 我的头已经顶头了 所以头部空间有些小 然后配置方面 双区的独立空调非常方便 下面一个小的储物槽 底下还有一个Type-C 一个USB接口 脚部的活动空间 非常大 非常平整 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内嵌的设计 所以对于后排乘客的 腿部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空间 这个自由度 这个舒适性 我觉得非常适合家用了 然后呢 改变最大的 刚才我说是这套动力系统 它虽然改变大 但是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因为它采用的跟XT4 或者说CT6上面一样的那款 241匹马力 350牛比的那款发动机 那搁到这辆XT5身上呢 虽然它是1吨9 将近2吨的这名车重 但是你还是感觉到 动力真的是非常充沛 开起来一种非常轻快的感觉 因为它的扭矩呢 是非常大的 它有350牛米的扭矩 而且输出的平台也是非常低 在1500转到4000转之间 它就已经有一个非常良好 非常充沛的一个输出了 所以在转速不太高的情况下 它就能很快的给你一个 非常弹性的力度 去推着你前进 在程序里 你丝毫不用担心 这个动力让你力不从心 还有你听这一点 我们一脚油门下去 转速突然升高的情况下 这个噪音抑制的 NV是控制的也是非常好 包括我们在刚才 高速行驶的时候 这个风噪啊 胎噪 都是完完全全 一辆豪华车的一个 该有的品质 那它虽然没有采用 CT6上面那款 10速的变速箱 但是它的持笔 也是非常绵密 你可以从加速感觉来看 它的整体存在感 是非常低的 非常平顺 非常顺滑的 只不过有一点小小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的 舒适性方面 在你加速之后 突然收油的那一个阶段 它会有一个动力的吊胆 这块还是有一点点影响 整体的顺畅的感受 然后我们今天拿到这辆车型 它是一个四驱版本车型 这套四驱系统 相比于越野来讲 其实它是更能提升 城市驾驶品质的 因为它跟很多的 智能的四驱不一样 后轮的两边 放了两套的多片离合器 所以它在转弯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在外侧的车轮 提供一个百分之百的动力 提供百分之百的传动 所以内侧车轮可以降低到百分之零 所以这种设定 对于过弯驾驶的稳定性和侧倾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当你在比较良好的路况驾驶的时候 它还能把整体的传动轴断开 所以这样省去了传动轴空转的 这种动力的损失 对燃油的经济性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套悬挂 其实你能明显的感觉出来 它也是偏向舒适性的 这么一套设定 因为在过这些细小的颠簸 或者说路面的接缝这些地方 它都能很紧促 很有韧劲的帮你化解掉 帮你吸收掉这些东西 然后在你紧急变线 很快速的去过弯的时候 它也在外侧车轮 也能给你提供一个 非常充足的支撑力度 所以让你驾驶很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这套悬挂的设定 真的是很棒 甚至我觉得相对Q5L来讲 它在支撑性和舒适性上面的平衡 要比Q5做的更加均衡一些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总结 那凯特拉克这款车型 它在经过中期改款之后 它的配置已经非常丰富了 尤其是安全配置 然后它的特点 它安静 它舒适 它空间大 它的动力充沛 它的操控很轻盈 所以对于一家三口 或者一家四口来讲 轻轻松松 男女皆宜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来之前已经去赛店问了 它现在最大优惠已经到了5万 甚至有些店还能再谈 所以相对那些一线的豪华品牌来讲 它还是非常实在的 非常实惠的一个豪华品牌了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然后你的家庭的生活场景 又契合我刚才说过的那些点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凯特拉克XT5 考虑一下凯特拉克这个品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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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